说到郭艾明 南加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双硕士学位 她可以底气十足地做任何选择 1991年回到香港 一亮相旧经验世人 获得当年香港小姐冠军 国际亲善小姐 以及最佳谈土英莫奖 演员子得到了个标签 学历最高的港姐 她绝对是极美貌 气质 智慧于身的典范 接着以港姐的身份进入演艺圈 塑造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在自己演艺生涯的顶峰期 郭艾明却选择了隐退 任性港姐 隐退原因 也和别人不一样 1999年 郭艾明和刘青云结婚了 说起郭艾明和刘青云的相识 还真实充满了戏剧性 1992年初出茅庐的她 和跑龙套居多 半红不子的刘青云大戏 主演《大时代》 从而相恋 与时的刘青云又肥又黑 事业也只是刚起步 舆论一面倒地 认为刘青云配不上郭艾明 然而是否配得上 又岂能是外人能道的名的呢 她能看到她的好 看到她的勤勉和努力 这就够了 于是在一片反对的声音中 她坚持随我 喧无所爱 在1999年6月 两人选择走进婚姻 两人欢呼的生活 可谓是超级甜蜜 虽然十分低调 然被经常拍戒 一起牵手逛街 一起出行 刘青云 包 郭艾明 捏肩膀等 开称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典型 2015年刘青云在颁奖典礼 被问到要感谢的对象时 说得一番情话 让郭艾明瞬间泪流满面 最近被派到两人一同出行 甜蜜的赛过二十几岁 处于迷恋期的小情侣 郭艾明记得刘青云的好 一直崇拜着她 刘青云也没有让郭艾明失望 即使从小龙套避震影帝 依旧还是那时 只爱宠着她的大叔